不能够啊 公公 我要代表我们皇家 好好地奖赏你 你把它拿回去 这 这么着 我先暂时保管着 将来有机会 我献给皇上 公公 这东西是你自己的 你爱怎么着 就怎么着吧 那我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 不用了 不用了 对了 包公公 这个夜明珠失窃案 听说皇上交给你办理了 对 据说那一支梅呀 它就在竹山县 那儿我最熟了 真的有神偷一支梅吗 有 有 我在竹山县的时候 就听说过 来无踪去无影啊 想偷什么就偷什么 大户人家真是谈眉色边 哈哈 这次有公公出马 肯定不成问题 一定能手到擒来 不过 我倒担心 担心什么 公公 竹山那边 能人甚多啊 公公 你可要多加提防啊 能呀 不就是个航铁生吗 他算老几呀 他跟延峰穿同一条裤子 把我当成犯人关起来 我还没跟他们算账呢 人家的靠山硬啊 公公 我是怕你到那儿指挥不动 这说不定 他敢怎么样 那比方说 这一只梅被人杀了呢 杀了一只梅 好啊 我说公公啊 这杀了一只梅 公公就找不到夜明珠 也就无法向皇上跟娘娘交差了呀 真毒啊 差来这一宵 所以我说公公 你一到竹山 把所有叫一只梅的全部给我抓来 然后诵经审问 这样可就万无一失了 多谢王爷赐教 多谢王爷赐教 竹山县令航铁生 率全体部署 靠近公公 叩见公公 启禀公公 杭大人已在宫后 请公公下轿宣旨 睡着了 别吵别吵 杭大人 公公路上辛劳 睡着了 大人看如何是好呢 老家请叫醒公公 以免误了正事 大人 公公吩咐过 他睡着的时候不得吵醒啊 这 这样 咱们先把轿子抬进去 先别吵了 让公公好好睡 好好睡 请叫 来来来 我说这公公还真会睡呀 公公 整天吃饱了没事干 干什么呀 就是睡一觉 这 哎呀 干嘛干嘛 铁生 干嘛呀 你疯了 我 我把他摇醒 赶快宣旨 以免误了正事啊 这个包大海啊 这次回朝可不一样了 立了大功 皇上特别信赖他 听说 户部侍郎冒犯了他 连乌纱帽都给丢了 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哎呀 别着急别着急 反正他会醒的 慢慢等吧 啊 这 啊 这 啊 这 啊 啊 哦 嗯 嗯 啊 嗯 怎么都横尸遍野了 找火狼 快救火 大家别慌 包公公 下官航铁商 率部署参见工作 航铁商 杭大人 你就是这么管理县物的吗 下官失礼 你这是失礼吗 你这是失职 完了 这回睡饱了 开始发威了 我这一到公堂 我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你们全在睡觉 上梁不正下梁弯 有睡觉的县令 就有睡觉的牙役 看来杭大人的亲民全都是虚假的 连皇上都被你蒙蔽了 一切责任 铁商自会负责 你瞧你那个窝囊废的样啊 这皇上他怎么就相信你呦 请公公赶快宣读圣旨吧 咱家这次来是特地宣读皇上秘旨 还不平退左右 都起来吧 是 你们先下去吧 他是什么人哪 好 这位是陆师爷 公公认识的 什么东西啊 我不认识 不是朝廷命官都给我退下 好 告退 对 公公可以宣读秘纸了吧 嗯 这是什么秘纸啊 就喂这一枝梅